保镖女儿假冒我身份 成了他人眼中的富家千金 大学老乡会散伙饭上 他豪气表态 潜水加油轮七日游 所有费用我全包 我赶忙低下头滑拉手机 把给他开通的亲密付额度 调成了一块钱 重生一回 我可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傻白甜了 一 富丽堂皇的酒店宴会厅里 同届毕业的H省老乡们 举着酒杯排队静兰默默 感谢蓝大小姐 要不是你 我恐怕一辈子都没机会 来七星酒店吃海鲜大餐 毕业后就该叫莫总了 谢谢莫总给机会进蓝室 以后就靠莫总提携了 看着眼前眼熟的一幕 我赫然发现自己居然重生了 只见凶手蓝默默 身着二十多万的高定长裙 正像公主一样 举杯接受着同学们的恭维 大家客气了 都吃好喝好 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下周一起去三亚潜水 加油轮七日游 所有费用我全包 话音刚落 掌声雷动 尖叫声层叠不穷 许多人朝着她兴奋大喊 谢谢默默女王 谢谢默默女神 听到潜水两个字 我一阵头皮发麻 后背顿时升起凛冽的寒意 前世 我便是死在了这次潜水活动中 当时 蓝默默谎称带我去看好看的鱼 把我引到了潜水教练视线范围之外 海水越来越深 前方似乎是个深不见底的悬崖 我示意蓝默默赶紧回去 她却摆了白手 反而把我往优深处继续推 大鱼撕成了碎片 我死后 不知真相的奶奶 任蓝默默做了干孙女 她霸占了我家财产 成了真正的豪门大小姐 可是奶奶生病后 她却放弃治疗 让奶奶惨死在了床上 呕出的鲜血浸透了床单 从记忆中回过神来 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让他人察觉到我的异常 目光停留处 我看到值班经理正拿着账单 往主桌走来 到了蓝默默付餐费的时候了 我连忙打开手机 把蓝默默的亲密付额度 改成了一块钱 服务员恭恭敬敬 把账单递到了蓝默默手里 女士 请问怎么支付 扫码还是刷卡 旁边的男生把头凑过来 哇 一顿饭九万八 多少人一年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大小姐好爽 蓝默默的舔狗江小如 不屑地白了男生一眼 在大小姐这里 区区十万块 就像吃根咸菜条 不值一提 蓝默默很受用地勾了勾唇角 脸上的优越感更浓了 她打开我给她买的 最新款水果手机 亮出了二维码 叮 米士 抱歉 余额不足 蓝默默凝眉嘟闹了句 怎么可能 然后刷新了二维码 但是依然余额不足 又是了第三次 还是这样 蓝默默一脸疑惑 江小如却是最先恼了 指着服务员的鼻尖就骂 什么破烂 POS机啊 赶紧换个新的来 另外 你服务太差了 叫你们经理亲自过来 服务员强忍着怒火点头 好的 请您稍等 江小如朝着服务员的背影 继续叫嚣 没见过市面的狗东西 蓝大小姐的卡 怎么可能余额不足 很快 刚才的服务员 便陪着酒店值班经理过来了 拿来了三台POS机 值班经理先扫了自己二维码 证明POS机没问题 然后才要求蓝默默扫码 结果 三台POS机都显示余额不足 值班经理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女士 您确实余额不足 请用其他办法支付吧 有同学开始叽叽喳喳议论起来 其他办法支付 靠 不会让我们平摊吧 每人一千块呢 我可没这么多钱 不应该啊 亿万富豪家的大小姐 怎么可能十万块都没有 二 亿万富豪家的大小姐 我心中冷笑 她不过是我家保镖的女儿 假冒我身份这么多年 也是时候让她做回真正的自己了 蓝默默刚到我家时 刚满六岁 他妈跟别人跑了 他爸蓝胜利 当时在我家当保镖 求我家允许他带孩子上班 我奶和我爸妈都是极心善的人 干脆让他住进了我家别墅 正好和独生女的我作伴 于是 我们俩从此相伴长大 从此 不管家里给我买任何东西 都有蓝默默的份 如果别人送我礼物 我也让他随便选 随便用 蓝默默来到我家的第三年 我父母在一场戈壁探险中 不幸丧生 当时蓝胜利是跟着我父母一起去的 但是 却最终没能护我父母周全 他说 和父母是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走散的 我父母从此杳无音信 回来后 他在地上常跪不起 不停给奶奶磕头 心善的奶奶终究没责怪他一个字 反而忍着心里的剧痛安慰他 这是他们的命 怨不得你 蓝默默当时也哭得抽抽叨叨的 他说 自己早就没有妈妈了 但是 爸爸可以分我一半 我被这句话感动得一塌糊涂 心里默默决定 也要把自己拥有的 分给蓝默默一半 之后的日子里 我待他更好了 哪怕发现 他在别的同学面前 谎称自己是蓝家大小姐 我也没计较 我从小见了太多屈颜服事 不希望别人是因为我的家事 而选择和我做朋友 所以 在外面也会有意模糊化自己身份 久而久之 蓝默默变成了许多人眼中的真前景 只是 我从未想到 他的真正目标 居然是把我彻底取代掉 思绪再次拉回现实 江小如正有些迷惑地 看向脸色煞白的蓝默默 默默 这怎么回事呀 怎么会余额不足呢 蓝默默阴沉着脸 略做私存 然后 冰凉的目光披向我 蓝指 你说 会是怎么回事 我神色淡淡 这我怎么会知道啊 他一把把我从座位上拉起来 走 咱们一起去问问 宴会厅外 蓝默默一副气恼的模样 蓝指 你卡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余额不足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是花光了呗 怎么可能 蓝默默立刻回对 你账上可是有一个小目标 哪能这么容易就花光光 我耸了耸肩 那我就不知道了 说吧 我转身就往回走 蓝默默一把拉住了我 先给我打二十万过来再走 这么多人等着呢 你不会想要他们自己买单吧 我一把甩开了他 关我屁事 二十万呢 要得多么理所当然啊 真怀疑我前世是被下了骨 居然把这么不要脸的人视为自己 对他言听计从 蓝默默显然没想到 我会如此决决地拒绝他 待愣了片刻才跟了上来 回到宴会厅 江小如迎了上来 默默 怎么样 钱没问题吧 蓝默默紧咬下唇 满脸委屈 不知道哪个多嘴的 居然唆使奶奶 把我账户上的钱冻结了 说完 她幽怨地瞥了我一眼 江小如立即捕捉到了蓝默默的意思 把枪口对准了我 蓝指你居然暗地里 给老太太打小报告 要不要这么恶心啊 蓝家的钱 大小姐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一个寄养在蓝家的吸血虫 管得也太宽了吧 既然你这么爱管闲事 我看这笔钱就你付了吧 听到舔狗 居然把责任彻底推给了我 蓝默默脸上划过一抹得意 生怕会均分费用的同学们 也都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我则是气定神闲 江小如 你口口声声说 说我在老太太那里打小报告 那我觉得 有必要现在就给老太太打电话 问个清楚 蓝默默立刻就慌了 算了算了 奶奶年纪带了 我不想让她太操心 江小如却是不依不饶 打就打 你还怕她一个吸血虫 接着 她又叹了口气 默默你就是太善良了 才会被一个外人欺负 酒店经理见情况不妙 插话问 那么 这位女士 钱你打算怎么付呢 蓝默默满脸无措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嗓音响了起来 钱我来付 是轩元昊 那个我曾经暗恋了许久 却最终成了蓝默默男友的人 变成阿飘后我才知道 自己的死 也有她的功劳 当出潜水时 发现我不见了后 教练立刻就去找我了 但是 却被轩元昊引到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想来自己可真傻 前世居然认为她是难得的好男人 还各种费尽心思 悄悄帮助她 把她推荐到了最有潜力的科技公司 蓝默默抬头看向 为自己解围的英雄 脸上重新泛起光彩 嘴角掩不住的骄傲 周围人也纷纷竖起大拇指 彩虹屁此起彼伏 不愧是我轩元哥 果然大气 好霸道的男友力 好羡慕大小姐呀 轩元可是第一独角兽 山抹科技 看中的技术大牛 当然非同反响 轩元哥就是我的神 一毕业就能拿到年薪百万 而且 半年后 公司还会给一千万干股 下次再见 可能都财务自由了 轩元号摆了摆手 小破公司 不值一提 如果不是他们一直求我 我才不会去的 见有人主动付钱 酒店经理满脸堆笑 走到了轩元号面前 先生扫码之父 轩元号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请稍等几分钟 我和公司联系一下 先让他们把钱打给我 我了然 是想让山抹科技遇知薪水呀 想得美 要知道 我可是山抹科技的天使投资人 而他当初之所以能进这家公司 是因为我悄悄把他内推给了CEO 说了很多好话 前世 这家公司直接让轩元号人生起飞 而这一次 我想 他还是去重新找工作吧 我一步到大厅外 拨通了山抹科技 CEO雷霆的电话 抱歉啊 雷总 上次向您推荐的那个叫轩元号的 他技术确实可以 但是 我发现他人品有些问题 你要不让人力 把他的offer取消了吧 他好像还想让财务预知他薪水呢 要不您一块也打个招呼 雷总毫不犹豫 答应了下来 我是在山抹科技刚起步 只有一个大致想法的时候投资他的 雷霆对此一直非常感激 把我视为他的大贵人 所以 虽然我年纪轻 说话却是有分量的 再次回到大厅的时候 轩元号也刚打完电话 三 他轻蔑地看向值班经理 钱很快就到了 你等一下 值班经理和服务员都恭敬点头 然后在旁边继续等 没多会儿 轩元号的电话就响了 有个女生瞥了眼他的手机屏幕 惊呼一声 哇 真是山抹科技的电话诶 轩元号的嘴角微不可查地勾了勾 手指悄悄按下增大音量键 以让别人听到对话 显摆自己在公司有多受宠 按搓搓做完小动作 轩元号按下了接听 对面的女生听起来不带任何情绪 说话言简意该 你好轩元 预知工资的事恐怕不行 轩元号大吃一惊 怎么会 这是面试的时候 雷总亲自主动和我提到 他说刚毕业没积蓄 需要钱的话 可以让财务预知 对面略微沉默了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再等通知吧 轩元号美好气地挂断了电话 江小如翻了的白眼 这财务是不想干了吧 老板批准的是 他居然敢不执行 有同学附和 确实不知好歹 咱们轩元大才子 可是他们公司求着去的大神 蓝默默冷哼了一声 有些人啊 就是狗眼看人低 以后 有他好看 浩哥 等你当了CEO 先把这财务给开了 轩元号原本气恼的表情一扫而空 转而又浮上笑容 就在这时 电话又响了起来 依然是山抹科技的座机号码 江小如没烧一条 不会是来道歉的吧 蓝默默冷哼了一声 肯定是 浩哥 别跟他太客气 否则 这些人就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轩元号特意清了清嗓子 端出了一副闲人勿扰的表情 你好 我是轩元号 你好 轩元同学 我是山抹科技的HR 很抱歉地通知你 因为背景调查没有通过 所以 后续不用来入职了 你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 喂 喂 嘟嘟嘟 轩元号失魂落魄地跌坐在了椅子上 目光呆滞如同傻丽一样 显然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 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宴会厅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望向轩元号的目光里 不再是单纯的崇拜和羡慕 而是掺杂了许多揣测和怀疑的成分 江小如的气焰瞬间被掐灭了大半 满脸窘迫 不再作声 蓝默默因为着急付钱的事 也不顾上去安慰轩元号 而是嘟闹了一句 怎么特么这么不顺 轩元号本就内心烦闷 以为蓝默默的话是在嫌弃自己 于是扔下去我先走了 便起身离开 值班经理见钱又没了着落 面上新增了几分不耐烦甚至警惕 这位女士 您看着钱 行了行了 蓝默默推了值班经理一把 不就是这么点破钱吗 我去打电话 你等着 说吧 他甩着愤怒的步子离开了大厅 值班经理给了服务员一个眼神 让他跟上去 以防人跑了赖账 两分钟后 蓝默默回来了 他爸给他转了救急的钱 蓝默默没好气的 把二维码甩给酒店经理看 扫吧 然后目光垂向我 狠狠弯了我一眼 钱终于有人付了 所有同学都松了口气 又纷纷拍起了蓝默默马屁 谢谢大小姐款贷 大小姐破费了 好期待接下来的邮轮油和潜水哦 就在这时蓝默默手机响了起来 他笑得开心是旅行社电话哎 可是 接听没几秒钟 却是脸色骤变 什么 都取消了 我没取消啊 钱已经原路退回了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四 雁慧厅一片寂静 沈氏的目光从四面八方 聚焦到蓝默默身上 江小如一脸无所谓的说 钱退回去了也没关系啊 你再重新付一次不就好了 他并不知道 钱是直接退回到了我账户上 蓝默默根本用不了 蓝默默也没办法解释 只能咬着牙声问气 有女生试探的问 所以 油轮和潜水都去不了了 蓝默默恼羞成怒 再次把火力往我身上引 有人暗地里发坏屎绊子 把我的预定给取消了 女生会议 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小生和旁边的同学嘀咕 这个蓝指到底是什么大病 怎么这么恶心啊 对方白了我一眼 红眼病呗 果然啊 极度会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江小如又行了 蓝指 你不要太过分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毁了这么多人的毕业旅行 大家招你惹你了 你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不好过 他越说越激动 紧钻着拳头 直冲我走过来 今天 必须给你点教训 用力一推 江小如便仰头摔在了地上 再往我头上拖脏水 我可就不客气了 江小如有些被摔猛了 恍惚了一阵 才哇哇大哭起来 别人去拉 也不肯起来 不过 因为见识到了我的力气之大 也不敢继续和我硬杠 蓝默默也没管江小如 而是立刻吸睛上身 装出很害怕的样子 躲在了一位男生身后 蓝指你干嘛 你是不是也想打我 来人啊 有人要打人 他话音落地不到两秒钟 大厅里便是一阵唏嘘声 而且样貌颇为熟悉 我有些吃惊 这不是我家的保镖吗 什么时候来京市了 两个保镖看到我 立刻跑到我身旁 站定 恭敬地朝我喊了句 大小姐 大厅里 疑惑的目光迅速向我聚拢 我听到有女生小声议论 什么情况 保镖怎么喊蓝指大小姐 她不是寄养在蓝家的吗 我没说话 而是轻轻点了点头 正要说没事 让他们回去 却听蓝默默急了 你们愣着干嘛 快来保护我呀 快点 两个保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蓝默默 略微纠结后 飞奔到了蓝默默身后 蓝默默冲我得意地笑了 众人目光再次集中在她身上 羡慕的神情在大厅里交错回荡 同时 也不断有鄙夷的声音传到我耳边 刚才保镖喊大小姐的时候 蓝指居然还点头了 真不要脸啊 确实是病得不轻 蹭人家吃住而已 居然真把自己当主子了 我觉得蓝指还是去精神病院看看吧 意想症很严重啊 五 虽然对于保镖的反应 我很是意外 但也很快接受了事实 保镖都是蓝胜利的手下 所以他们不敢得罪 直属上司的女儿 而至于我吗 笑来宽厚 没什么脾气 他们觉得我好糊弄 不过 他们不知道的是 曾经的傻白天蓝指早就死了 如今的蓝指 改姓扭乎路了 我走出大厅 给我奶奶的司机孟师傅 打去电话 孟师傅 你联系安保服务公司 往家里新安排一批安保和保镖吧 他们以后都归你来管 孟师傅不问为什么 只是利落答应 好的 大小姐 这件事你自己知道就好 不要给别人透露风声 好的 大小姐 另外 有两个保镖 一个姓袁 一个姓中 先尽快辞退了 不合格 其他人 等新人来了 再替换掉 好的 大小姐 孟师傅虽然只是司机 却深得奶奶信任 很多家事都会交由她去处理 而奶奶也基本不过问原委或细节 前世的经历告诉我 孟师傅确实值得信任 我在海里惨死后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是孟师傅冲在一线 最终在事发海域 找到了我的衣服碎片 后来 孟师傅被蓝胜利给辞退了 但当她得知奶奶去世后 还是亲自掏腰包 给奶奶办了一场体面的葬礼 再回到宴会厅时 姜小如依然在干好 有几个同学试图拉她起来 但都被她拒绝了 看到我回来 姜小如的哭号声更大了 五 我要被打死了 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看 我被蓝指打死啊 两个保镖自然不会为姜小如出头 只是诧异地看向我 蓝默默才不会顾及舔狗的面子 只顾着自己装X显白 有保镖排场大 姜小如见蓝默默根本不管自己 心里更加委屈 好得更凶了 蓝家的人打人没人管 还有没有王法了 如果没人管 那我就报警 咱们谁都别想好看 报警两个字落地 姜小如有点慌 怕万一警察来问话 自己的身份会败露 于是马上变了脸 呵斥姜小如 差不多就行了 不是也没把你怎么样吗 赶紧起来 姜小如万没想到 自己的赤胆中心 换来的却是责难 心里更加气不过 用尽了全力 把哀嚎声扩到了最大 好疼啊 我摔坏骨头了 起不来了 啊 好疼 救命啊 救命 蓝家人把我打死了 接着就听到 浑厚的嗓音从门口传来 刚才是谁要报警 大抵是这声音过于有威严 话音刚落 姜小如的哭嚎便戛然而止 而我的嘴角却浮上了笑语 六 这嗓音我可太熟悉了 是我们替市刑警队的队长秦朗 前些日子 他来到京市执行任务 还和我打过招呼 秦家和我家是失交 我和奶奶相继出事后 秦朗曾四方奔波 试图查明背后的真相 可惜 都被蓝胜利给暗中阻挠了 后来 蓝胜利又找人诬告秦朗独职 并且买通了关系 让上级不断给他施加压力 最后 秦朗被迫辞了职 离开了他最热爱的岗位 对于秦朗的遭遇 前世变成阿飘的我 曾无比愧疚 如今重新听到他爽朗 而不是威严的声音 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激动 这一时 我必然不会再让他 因为我家的事而陷入泥沼 因为我会护好自己周全 我愣神时 蓝默默已经小跑到了秦朗身旁 轻易地去挽他的胳膊 秦叔叔怎么在这里啊 好些天没见到叔叔了 秦朗却是挣脱了蓝默默的手 只是轻轻嗡了一声 然后 大不留心地朝我走来 一脸关切地问我 小指脸色怎么不太好 我轻轻摇头 没什么秦叔叔 可能是没太睡好吧 嗯他点了点头 刚才有人要报警 江小如这才反应过来 微微迟疑后 他的脸上又重新挂上痛苦的神情 警官 是我 我要报警 蓝指他差点打死我 我已经伤得不能动了 呜呜 瞥了眼中气十足的江小如 秦朗的眉头猝了猝 温和地问我 小指 怎么回事 我轻叹了口气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删我巴掌 我把他推开了而已 删你巴掌 秦朗立刻怨怒 目光射向蓝默默身后的两个保镖 你们怎么保护你家大小姐的 这话让江小如一脸迷茫 他没敢再继续说什么 保镖们则是目光躲闪 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 不知所措地看向蓝默默 希望他能说句话 周围响起嘻嘻嘻嘻的议论声 我有点晕 这警官啥意思啊 蓝指怎么突然成了大小姐 警官被蓝指给骗了呗 肯定是之前蓝指在他面前 声称自己是蓝家大小姐了 连警察也敢骗 蓝指可真行啊 秦朗也把这些话也听在了耳朵里 他大抵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无奈又恋爱地看向我 小指 善良没有错 但是对人不能太过纵容 我用力点了点头 秦叔叔放心 这两个人 我已经智慧孟师傅全部辞退了 秦朗满脸欣慰 好 很好 他目光转向保镖 你们两个既然已经被辞退了 就马上走人吧 保镖二人面面相去 辞退 没有啊 其中一个慌忙和蓝默默确认 默默小姐 我们被辞退了 你们当然是被蓝家真正的大小姐蓝指给辞退了 秦朗就抢过话去 蓝默默 告诉你爹 当好他的保镖 不要太贪心了 举作哗然 姜小如也不装疼了 灰溜溜从地上爬了起来 震惊又迷茫地坐回到了座位上 蓝默默见自己身份彻底败露 一句话也没说 抹泪跑出了宴会厅 保镖没敢再跟上去 大辣的脑袋祈求我 大小姐 我们知错了 您高抬贵手饶过我们这一次吧 秦朗大手一挥 赏了两人一声重重的滚 闹剧终与剧终 当天晚上 智慧奶奶后 我把蓝胜利也辞退了 不过 他和蓝默默的行踪和行动 我却全部实时掌握 作为被他们害死过一次的人 我知道 他们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 所以 也留了一手 孟师傅的儿子孟多 是个黑客高手 他轻轻松松就入侵了蓝胜利妇女的手机 以及蓝胜利公寓客厅的监控 一周后 我发现蓝胜利联系到了一家境外杀手组织 谋划高架故兄绑架我 小巧的平板上 蓝胜利与杀手组织对接人的对话 及时呈现在我眼前 绑到人后 立刻带出镜 然后虐杀 把你们的手段都用上 能多惨就多惨 最重要的是 虐杀过程要现场直播给我 欺负我女儿到这份上 必须让她不得好死 她叫蓝职 身高 体重 年龄 居住地址 车牌号以及照片和视频 我打包文件一起发给你 希望一个月内完成任务 每提前一天 我奖励十万 再追加一个要求 必须把她所有手指甲 一个一个拔下来 这便是我们家 高新养了二十多年的司机 不仅要杀死我 而且还是极度残忍的虐杀 我之前完全没想到 她会如此丧心病狂 不过 我却丝毫没有害怕 反而冷笑出了声 因为 正在和蓝胜利聊天的 根本不是什么杀手组织对接人 而是我 梦多早已通过黑客手段 把她的联系对象替换了 当然 杀手组织对接人 对此毫不知情 因为 我还同时冒充了蓝胜利 和对接人聊天 时时把蓝胜利的消息 转发了过去 多数信息 都是一字不落直接转的 除了那个 打包了我所有个人 信息的压缩文件 我非常贴心地 替换成了蓝默默的 我特别想知道 蓝胜利看到她女儿 被虐杀的直播 会是怎样的反应 起 一周后 我收到了杀手组织的消息 他们已经准备妥贴 会在高中同学聚会 这次的地点是蓝默默定的 选择了南方某边境小城 大家先是在山顶的酒吧 完了大半晚上 凌晨时分 才坐上预先安排的大巴 一起离开 去往酒店 大巴上 蓝默默坐在我左前方 时不时回过头看我 眼中脸不住的恶意 我只当没看见 没理会她 以免留下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都是半只脚迈进地狱的人了 就让她再嘚死一会儿吧 大巴在没有月光的大山里 蜿蜒向前 行至半山腰时 突然抛锚了 司机慢慢咧咧下了车 打开引擎盖检查 就在这时 一辆面包车迎面驶来 从车上下来了几个 裹了头套的黑衣人 他们手里拿着大刀 其中一人控制住了司机 其他人则全部上了车 一张脸一张脸仔细合对 满车人都被吓得瑟瑟发抖 身体微攻 大气不敢出 只有蓝默默 反而挺直了几倍 扬起了下巴 都是她过来的人 有什么好怕的 一个瘦高个子绑匪 朝车后排走来 弯刀抵在了她脖子上 用别角的普通话命令道 下车 蓝默默扯着嗓子大喊 你们绑错人了 我叫蓝默默 不是你们要的人 蒙面人毫不犹豫 往她嘴里塞了块毛巾 一把把她扯离了座位 没错 就是你 蓝默默用力抓住座椅 歇斯底里的挣扎着不走 眼睛里交织着恐惧与愤怒 喉咙深处发出嘶哑的哀嚎 她向同学们投去祈求的目光 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帮她 目光扫过我的时候 我给了她一个惠莫如深的笑 蓝默默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挣扎得更凶了 蒙面人烦躁起来 刀背砸向蓝默默后脑勺 在她瘫倒之后 把人拖下了车 蓝默默被塞进了面包车里 蒙面人上了车扬长而去 大巴车司机哆哆嗦嗦拿出手机 报了警 满车人心有余悉地讨论着刚才的惊险一刻 猜测蓝默默为什么会遭遇绑架 我什么也没说 装出一副已经被吓傻的样子 回到酒店 我第一时间打开了蓝默默家的监控 蓝胜利正在给蓝默默打电话 但对方却是关机的 她又发了几条信息 问什么时候到酒店 依然没有回应 就在这时 门铃响起 蓝胜利连忙去开门 她诧异地愣住了 门外居然是警察 请问是蓝默默的父亲蓝胜利吗 蓝胜利点头 我是 然后忙把警察让进了门 我们接到报警 蓝默默疑似在外室遭遇了绑架 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 蓝胜利满脸的不相信 绑架 怎么可能 警察给她播放了大巴车上的视频 蓝默默被蒙面人带下去后 就再也没回来 八 蓝胜利贪坐在了地上 嘴里不断重复着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警察安慰了她一番 又问了些其他相关问题 便离开了 蓝胜利马上把门反锁 慌慌张张翻出手机 给杀手组织对接人 发去了信息 你们搞错了 抓错人了 你们抓走的不是蓝指 是我女儿蓝默默呀 请你们立刻把我女儿蓝默默放回来 这次任务失败 我不计较 钱你们正常收 但是 必须保证我女儿安全回来 不过 对面却没有任何回应 当然没回应了 我才懒得搭理她 第二天晚上 我收到了杀手组织信息 所有人都已经顺利出境 到达了他们位于越国的据点 又过了24小时 直播链接来了 我立刻转给了蓝胜利 此时 他已经给所谓对接人 发了几百条信息 人缩在床头一角 满眼都是惊恐 头发凌乱地散落在脏兮兮的脸上 几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围了上去 开始粗暴地撕她衣服 蓝默默一边挣扎 一边哭着嘶喊 爸 救我 爸 救命啊 爸爸 蓝胜利几乎要疯掉 他跪在地上 一遍遍地给对接人发去信息 求你 放我女儿吧 不管你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 或者 要我的命也行 求你了 自然没有回应 直播里 蓝默默已经被男人死死前置住 蓝胜利却是完全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看自己女儿受辱 她彻底发了疯 嘶吼 哀嚎 撞墙 打滚 随手拿起个什么 就往自己脸上招呼 虐杀却不会因为她的自残而中断 杀手们已经开始下一步了 有人拿出了尖刀 有人拿起了棍子 有人掏出了钳子 蓝胜利开始对着屏幕磕头哀求 不要啊 千万不要 求求你们 依然没有回应 她只能继续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残暴折磨 红色的液体顺着床单躺下来 留得满地都是 蓝胜利终于再也无法承受 彻底崩溃 急火攻心 突然呕出一口血来 就在这时 视频里传来一阵嘈杂 绑匪们停止了动作 就 警察到了 是我想办法报的警 虽然我确实恨不得把蓝默默碎尸万段 但同时 也无法接受绑匪为了钱而可能滥杀无辜 毕竟 如果不是提前把文件掉了包 那个被折磨的人 便是我 蓝默默被送去了医院 而绑匪则被当场全部抓捕 一个月后 蓝默默被送回了国 虽然勉强保住了性命 却也断了一条腿 并且留了一身的伤疤 不过 新闻图片上 她依然咧着嘴笑得开心 因为 经过那般非人折磨后 蓝默默早已彻底精神失常 蓝胜利提前知道了女儿回国的事 但并没去接她 而且 连面都没能见上 她被刑事拘留了 余生大概率会在大牢里度过 警方在蓝胜利手机里 找到了她故兄绑架 以及策划虐杀我的证据 他们得出结论 蓝胜利是绑架案的幕后主谋 但绑匪不知什么原因认错了人 错绑架了她女儿 另外 还有证据显示 蓝默默也不是单纯的受害者 警方在蓝胜利和她的聊天记录里 发现她也参与了绑架案的谋划 甚至 在虐杀缓解 她曾特意要求绑匪拔掉我所有指甲 此外 警方还调查到 这次的绑架事件 宣元昊也有参加 警方顺藤摸瓜 居然还发现了 她帮助第三方洗钱的证据 于是 刚找到新公司的宣元昊 在工位上被拷走了 调查结果曝光后 我一下子收到了几百条信息 熟悉不熟悉的 都突然冒出来对我表示关心 同时也强烈震惊于蓝默默的改部 生活终于又恢复了宁静 忘记过了多久 有天晚上 我做了个梦 梦里 爸妈还是之前的模样 妈妈说 我和奶奶的命运终于改写 她和爸爸终于可以放心离开了